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哪里有味? 这里有味? 在我手上有两盘盘栽 其中有一盘是可以吃的 你们猜猜到底是哪一盘? 是这盘还是这盘呢? 是否分不出呢? 其实答案是这盘 是真的吗? 让我试试给大家看 今次介绍的Sense Dessert Cafe 位于元朗奉游南街9号 好顺利大厦地下2号 搭港铁在元朗站E出口 经过Yohomikang 由东街转入南街就会看到 为什么这盘盘栽这么有趣 是可以吃的呢? 其实它是Tiramisu 它的泥土是用了一些朱古力碎 再加上果仁和爆炸糖 去做到一个泥土的形状 上面这棵小小的植物 就是用可以食用的薄荷叶去做 非常之特别和有新意 上面的果仁和朱古力碎很脆 然后又有爆炸糖 在口中有那种跳下跳下的感觉 芝士也打得非常香滑 充满了酒 我觉得Tiramisu最重要 就是要吃手指饼的位置 手指饼充满了咖啡的香味 但是又不会浸得它太腍 整个甜品非常之甜到適中之余 还有那个做法和口感都非常之好 哇!面前这个超级华丽的 就是红白森泰院 它就是用一些红生纸的果用 和蕴梨奶雪糕 用液化蛋把它变成一个雪糕粒 再搬着中间的心泰院 这个蕴梨奶雪糕很有趣 它的口感就像 平时进戏院看起来吃的泡菊 它要咬下去 雪糕会慢慢融化 但是慢慢融化之后 你又吃到那种很香滑的蕴梨奶味 另外再试上这个红桑子果肉 酸酸甜甜 非常之清新 很清新 中间的这个心泰院 哇!一次开去 可以看到它中间 已经变成一个岩漿的感觉 巧克力味也非常之香 然后再搬着旁边的 蕴梨奶雪糕和红桑子果用 令到甜度大大减低 之外的口感又非常之有趣 因为软中又有脆 整个感觉的配搭 简直是天衣无缝 这个就是芒果蛋黄牛鱼布 我看到蛋黄 但是芒果在哪里呢? 嗯!很香的芒果味 它的口感很有趣 它外面很结实 但是当你一咬穿它 内面的芒果汁就立即涌出来 真的就好像在吃一个真的蛋黄 那种流心蛋的口感 另外呢 旁边这个就是牛鱼布甸 牛奶味非常之浓郁 但是呢 你又会吃到它有那种 蕴梨拿的香味 原来它里面加了很多蕴梨拿纸 在里面 令到整个布甸更加多了一份香甜的感觉 再加上表面的焦糖 嗯!甜甜蜜蜜 就算今天不是情人节 一样都可以带你的情人来这里 预订一杯玻璃花瓣玫瑰慕 它上面的这些泡泡 是不是很有趣呢? 其实是用高速打成的 这些泡泡泡泡 吃下去呢 大小小的焦糖味 但是呢 又淡淡滲出少少少的玫瑰花香 最特别的呢 就是这一块的冰冻玻璃玫瑰花瓣 一定要趁凉才可以有那个口感 在这里 试试口感到底是怎么样的 吃下去呢 是脆身的 但是呢 它又会在你的口中 好像朱古力那样慢慢慢慢融化 但是整个口都会充满着玫瑰花香 而下面呢 就是用这个玫瑰花瓣 混入了那个玫瑰慕士 和玫瑰奶凍而去造成的 哇 好软好滑 但是整个口都是幸福的玫瑰花的味道 我想呢 无论是跟情人 还是跟女性的朋友来吃 都一定会很喜欢这一款的甜品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